临近春节天气冷起来了 天冷要多喝糖水 能驱寒又能暖身 教你广东糖水相遇特色的做法 营养又滋润 是过年代克少不了最甜蜜的糖水 锅中水烧开后倒入200克西米 开小火把西米煮熟透 西米含丰富的淀粉 是比较温补滋润的食物 煮至西米透明表示已经煮好 煮15分钟左右 关火焖煮5分钟即可 香芋削皮后切成两半 取400克香芋 香芋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不得含量比较高 对保护牙齿有好处 天冷多吃芋头有助提高食欲 是冬季滋补养生的最佳食物 芋头洗净去皮后再用清水洗一遍 把芋头切成几份薄片 然后切成长条状 切芋头还是很简单 切的时候注意不要切得太小块了 最后把香芋切方块 不能切得太小块 切得太小主食会融化掉 没有口感 切好装入容器中备用 芋头切成的方块 约两指大小即可 把香芋丁倒入锅里 加入2000毫升清水 开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直到把香芋煮熟 煮约15分钟左右 西米已经煮好了 这时把西米捞出 煮好的西米颗粒饱满 晶莹剔透 捞出西米倒入到香芋里 轻轻地翻拌均匀 加入适量的冰糖 把冰糖煮融化 这时就可以出锅上桌了 营养又滋润 清甜好喝的香芋西米糖水就好了 好滋润好甜蜜呀 过年代课甜甜蜜蜜 好一头又吉祥 吃过一次就回味无穷了 咱们下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